词曲 李宗盛 征程从未停止 18岁的我 故事才刚刚开始 Carrie 早安 Milano 哈喽大家好 我是王俊凯 现在要去找 视线师VT 我们已经到了 看我认得熟悉的地方 后台永远是一个品牌最神秘的地方 大家都非常的忙碌 人山人海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 虽然大家很忙碌 但是依然就是以专注的精神 去做着自己的要完成的事情 也是完成的非常精彩 特别的有秩序 他们家单品的话 就是有小白鞋 还有就是外套一些 都比较吸引我 小白鞋就是你可以找到你自己所有你想要的一些元素 然后外套的也是非常的有风度 它的一些小细节都带有它独特的点缀 所以它也是我日常或者是正日常都会去选择的一个搭配 小白鞋 看Secret Dimension 第一次看秀呢 其实比较轻松吧 而且非常期待 因为这次也是一个新的身份 所以说 来看秀的心情也是非常的特别 Dodge Cabana 是一个高贵复古 然后个性也非常摩登的一个品牌 我觉得这个品牌就是你越了解之后就会越喜欢 好 那么现在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就一块去看秀吧 我们现在去的就是以前今天下午到Cyuan Cabana 的2018女装秀 我们现在去的就是以前今天下午到Cyuan Cabana 的2018女装秀 我们下午到Cyuan Cabana 的 子侯 请留下个小时地方 215号 集团 225号 集团 226号 集团 215号 集团 226号 集团 226号 集团 238号 集团 228号 集团 236号 集团 256号 集团 238号 集团 228号 集团 248号 集团 248号 集团 王晋才 开场的无人机真的是非常的印象深刻 创意特别特别的好 像一些动物的一些印花呀 和动感就是非常结合的非常完美 到时曾经发行过一些书籍 他的一些书籍收益都会赠给慈善机构 或者一些儿童的公益组织 去年我也成立了自己的基金会 叫做华南梦想基金 也是我的一点心愿和期许 能够以自己的努力去为工艺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帮助更多需要我帮助的人 他所拥有的不只是设计风格 我觉得他更多的是因为设计师 他有自己的观点的态度 就是代表了他们的一种生活理念吧 设计师对艺术创作的热爱或者信仰 我觉得都是非常吸引人的一个点 他们身上也能够学到很多东西 每次来闽南好像都是清晨啊 上次来的是也是灰蒙蒙的一片 这次行程呢总的来说非常的紧凑 应该是所有的行程中最紧凑的 所有不光是走秀还是彩排 来试装这些所有的加在一起 总共只有五个小时 今天穿的是一身对比色 镶边的金色 还有双排扣的一个礼服 如果说你仔细看你会关系 面料上有很多独特的细节 的话在传统元素中 体现出精致的现代感 尽量做到完美的状态 去迎接每一个挑战 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在五个小时中 完美的展现出自己应该展现出来的一面 让大家看到一个活力十足的我 上次看秀呢也是看到很多走秀的一些 非常非常自如的一些model 然后第一次走秀呢也是汲取了一些经验吧 所以总的来说这一次走秀没有那么的紧张 然后也比较的自如 这次走秀的秀的秀 现在就是有一种完成了我的写意 因为还要去和再走秀 所以我还是非常期待 它也非常开心能够再来一个 真的刻意习这种的秀 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学习和进步 自己就是有一些成长嘛 认识了很多不同领域的人 都是非常优秀的一些人才 从他们身上呢 也能够学到很多东西 这个品牌它是自我的突破和创新 每次都能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惊喜 对于我来讲呢 不管是音乐还是表演 还是生活中的事情 像刀指一样勇于尝试和突破 消闭 休闹 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